星儿挥刀准备刺向月公子 月公子心想 我当时害怕极了 或许是已经有了感情下不了手 又或许是被月公子前几天的话说动 星儿也无力地倒了下去 割开公子的手腕放出毒血 这十月七终于赶了回来 连忙开始挥剑赶舌 公子不顾自己的伤势 把星儿扶起来为他疗伤 看着倒在怀里的星儿 月公子已经对他放下了所有戒备 深夜大夫为他看完后 告诉他并无大碍 涂上去蛇毒的药即可痊愈 随后大夫又告诉了他们含育狗的作用 公子听完后更加担心星儿的安危 便请大夫帮他看看星儿的情况 可大夫看到了星儿头上的银铃铛 立刻跪下不想帮他诊治 在下好歹也是个士族 虽然没落 但还没有沦落到为奴婢诊治的地步 月公子 为何如此羞辱于我 说完就想起身离开 慢 士族 我今天就可以 让长安城 少一个士族 多一个奴隶 你已是亚人 不错 月公子威武霸气 大夫只好老老实实替星儿把脉 说这女子虽然相貌平庭 身体内却隐藏着可怕的内功 内不内功的先不讨论 你管这叫相貌平庭 大夫说他应该是被强大的外力所伤 才导致这股内力被封在体内不能施展 可一旦被引动 以现在的他根本无法驾驭 难道是传说中的洪荒之力 月七连忙问道如何救治 大夫说得有人用身后的极寒内功 为他压下焚心之火 月公子心想 你直接点我名字好了 月七知道公子想救他 公子 这丫头上 老海中又闪过小时候的画面 肩上的彼岸花是风云令主的标志 不久后月公子吐出一口鲜血 心儿总算被他救了下来 可他自己却承受了副作用 我看不到了 月七问他这是何苦呢 他只是个避免 公子却说这次的事情 他和锦竹一样嫌疑最大 自己救活他只是为了查清楚真相 可怕的是 月七竟然相信了他的话 看来是月七多虑了 您救心儿 只是为了查案 要是心儿想杀他 刚才就已经得手了 月公子吩咐让心儿和锦竹对质 看他们谁会露出把柄 这边小七和小八因为行为可疑也被抓了起来 他连忙向公子请罪 说自己是为了救他才割开他的手腕 可公子并不听他的解释 先冷落他让他没有依靠 他才能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井中 我现在看不透了 来人